强占明年商机各大航空公司推优惠 乐陶航空搭配卫生节快省促销 主打飞日本单程机票1440元起 不过优惠一开跑却出现标错假的乌龙 点开官网促销区主打活动包含2890元 打白飞高雄不过20号晚间活动开跑 就有民众发现点进去2890元台币 变钱2890元日币 换算下来竟然只要623元台币 立刻引发网友疯抢 旅游达人也提醒看到这种状况 务必要做到一冷三步 你要先冷静 因为有时候很容易把日期看错 或者是把那个护照的资讯提出 那你就是也白买了 担心变数大 达人提醒不要马上订住宿或是订去城 也不要打电话去客服确认 一切等待航空公司回应 而针对这个乌龙乐陶则表示 已经卖出的750张机票都认了 全都可以使用 当然系统出错可遇不可求 想抢便宜机票三个时机店 越早卖越便宜 还有避开旅游旺季 挑周二周三的冷门低价时段 建议大家还是要趁所谓的 促销的时段下走 像最近可能有比较大 所谓台北国际旅展 通常航空公司会配合 这样比较大的旅展 推出比较有利的促销 另外直接问旅行社 有时会有行程剩余的机票 还有这招极少人知道 就是多人出游 分开订比一起订更便宜 因为它可能只有三张促销 你订四张的话 它会把价格全部拉高 它不会就是三张便宜的 然后一张贵的 也有部分脸书社群 转本分享机票资讯 掌握到以上这些秘诀 要买到便宜机票 一点都不难 这个仰奇好玩一题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